大家好,欢迎来到了解教师电台,我是Alan,我是Lina,我是永敏,好,我们今天呢,这个企划来到了最后一集,那我们整个企划都围绕在Making Digital Invisible,让教学被看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教学被看见, 那这样的精神和台湾的教育现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一集聊的主题是,老师是有教无类,还是早已教到育哭无类,这一集在分享为什么教学需要被更多人看见,第二集我们聊了先相信才能看见,年纪多大的孩子需要被鼓励呢,那透过观察教学现场和老师实际的操作案例,带大家更贴近他们的教学日常,那老师的教学跟课程设计呢, 其实多数都是从孩子的生活经验出发,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搜集课堂的素材,然后并将生意的课本知识连接孩子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可以更积极主动的参与课程,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而学,然后学习某一个学课或知识的意义在哪里。 而我们也可以发现,老师在陪伴孩子学习的前提下,他们其实不光是只有教学热忱就好,其实也需要把自己的教学想法和目标清楚,而且完整的传达给家长,让家长能去理解老师为什么这样教,以及老师对孩子成长的期待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老师希望可以让家长们放心,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台湾常见的案例,蛮多老师会透过学习出的家长日,跟 家长建立沟通的默契,平时则用各种联系方式维持良好的亲师沟通关系,共同关心孩子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同时让家长清楚了解孩子新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啊,然后以及能获得什么样的具体学习成果,进而让家长看见教师的教学理念。 那至于呢,我们到底可以从哪边看到老师们的教学理念,然后以及实体的教学成果,在媒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伙伴和大家聊聊他们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与他的故事是什么。 那最后这一集呢,我们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前两集跟听众们募集的故事,那些连我与老师的事。 那这边里面就会提到很多他们跟老师在求学阶段里面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Alan跟我们分享这阵子征集到的精彩故事,回味他们那些连于老师的事。 OK,那接下来这一则故事是来自于听众在孩子圈打转的女子,她说我的高中英文老师是我的恩师,在高中时同时自负又自卑的我,我很感谢她看见我因为英文而发亮的眼神。 那这三年从没少过的称赞跟肯定之外,在我骄傲时她拉住了我,让我不至于堕落。 那因为她我当了三年的英文小老师,她让我知道成为一位老师是什么样子,让我到现在也想成为一位能看见孩子发光发亮影响孩子的那位老师。 听众Celine跟我们分享,很感谢大学时期的韩文老师,上课的时候除了跟我们传递知识,也分享许多生活趣事,我去韩国语言交换的时候也非常关心我的基石,现在没有继续上课了,我们还是会定期聊天,真的是一位很厉害又很温暖的老师。 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是来自于Irene的分享,那我们觉得这一则故事也蛮有画面的,她说到我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在学校身体不舒服,那只好在保健室休息,但是我内心又很想跟同学一起玩,偷溜回教室的时候,又发现同学都去上体育课了,那在我失望的时候突然一个大暴吐,那吐到整个走廊都是, 那这时候我的班导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很温柔的帮我清理,那也让我回到保健室,那当下内心很慌张,也忘记跟老师说谢谢,我现在偶尔想起来还是有点觉得可惜,没有当面和老师说感谢这样,那很谢谢老师顾及当时不舒服,又觉得丢脸的我。 不知道上面四则故事,那Lina跟幽敏,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有共鸣的,或者很有画面的,那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看看吗? 有欸,我刚才念那个第二个听众Seline的故事,就是我其实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位韩文老师,然后其实我们跟她的相似方式就像朋友,然后刚好那时候,就她在教我们的时候,她结婚了,然后我们班同学蛮多都有去韩国参加她的婚礼,然后一直到现在, 虽然虽然没有很常联络,但我们还是会透过就是脸书网或是IG,关心老师的生活这样子。 哦,好感人哦,你们就来去她的婚礼,接下来故事我们也觉得非常温馨,很想跟大家分享,那她其实是多半是在,她们在求学的阶段遇到的瓶颈,那那时候她们的老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第一个我们想要分享的故事是来自于听众泱泱,她说,我想感谢你, 我感谢的老师是我高中一年级的班导,江洪源老师,那她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虽然我们好久没有联络了,哭哭,但是数学其他的我,就是明明上课超级认真,回家也拼命练习,但其中考都考各位数,那老师面对这样的状况,她会在课后开辅导班,辅导数学要加强的同学,那虽然经过老师的辅导数学还是不好,但我有一次在考试,居然考到60分及格了, 那非常感谢老师就是愿意花时间,花心力为我们补课,这边我想要祝老江教师节快乐,那最后一则的故事是来自于听众丽雅,她说,我永远的人生导师是我的国中班导,那那个阶段是我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很感谢老师每天都让我跑去她的导师室找他聊聊啊,抒发心情,那那阵子因为身体的病痛导致我生活和情绪其实都受了不少的影响,自信心也其实也低落,然后外貌的改变都也会让我每天觉得很阴郁,那幸好在学校都有老师的陪伴跟鼓励,让我撑过了那个时期,现在的我已经变得很好咯,那老师是我到目前为止遇过最好的老师, 她永远是第一名,非常感谢所有这次踊跃投稿的听众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精选出几则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就是大家愿意把这么有趣跟感人温馨的故事,就是在电台里面来让更多人知道,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每一则故事的内容跟发生的情境都很不一样,但我们听到了,大家 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似乎都有类似的记忆,那老师对我们来说是引路人,很多时候他们的教学方法是用自身的经验来引导学生学习,然后如同一个活教才直接影响孩子,那不仅仅是在课本所学,其实老师的一言一行,或是甚至他们自身的信念,都有可能启发孩子们去关心身边周围的问题, 引发学习的动机,或是甚至价值观的星所,然后影响孩子,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啊,设案老师的教学成果,当下不一定会立即有成效,教学用意也不一定能被认同,但是经过多年的发酵后,都将成为影响我们未来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们更认为老师不仅仅是老师,而是教育英雄,老师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影响生命的事业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podcast,到最后,也很谢谢这次来电台投稿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 那我们也会同步在脸书的粉专上,来公告先前参加筹书活动的两位幸运儿 那大家记得要锁定我们的最新的天文公告哦 今天是这个系列最后一集的节目,然后我们很开心这一次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协会尝试用声音来传达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跟我们团队的教育理念这样 然后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教师节特别企划了解教师电台,那我们是很喜欢这次的内容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说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尝试用声音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三个人真的是尴尬至极 就是前面尴尬,前面几集,就是聊天的方式很不自然 因为我们其实也蛮紧张的,所以就请大家还多多包涵 然后我想要邀请Alan就分享一下 关于她作为这一次的企划发想跟负责执行的伙伴 有什么样子的心得 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企划 然后而且我原本真的,因为我们要讲MTV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还蛮抽象 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听到人可能真的没有用我们真的去或看个影片或是怎么样去理解 去消化它的话完全不会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跟我们老师,跟我们生活有什么相关 就是从大家字面可能就,哦,让教学被看见,然后呢,所以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是 我们要,我们要真的很能同理老师他们到底在学校在做什么 就因为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不会五十五个都看着老师 就黏在他,下课就黏在他旁边说,诶,老师你在干嘛或是怎么样 我们一定就是赶快就跑去球场去玩啊,干嘛 谁会管老师就是,他多忙多累,干我什么事这样子 然后,我也没有筹划过教师姐这类的企划 我觉得蛮特别的,期待值会蛮高,一开始 因为你会觉得,哦,Puffets应该还好吧 就是我们找个空间,然后大家录一录 就把我们想要讲的讲出来 就原本没有想到会这么难 原因是在于觉得好像我们就觉得,哦,让教学被看见 那要,我们想要讲的那个点,就是那几个嘛 也殊不知发现我们真的拾进去录的时候 前面两集我们第一集非常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去听第一集 一定会觉得我们很严肃,想说,这是在干嘛 好像就是一直很紧张照稿念 而且我觉得我们,我们,我蛮想要,就是会觉得说 老师有很多他们的故事,或是他们在备课什么的点 就是我们知道而已,但是可能其实 我们如果没有用我们这个录制Podcast的方式去,呃,去告诉大家的话 或许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说,哦,老师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么的累 就是他们也不是像我们想像中,就早就晚了,然后好开心哦 就是早点上班,早点下班,然后又可以就是 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子 他们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对啊 好的,那游米呢,真的是企划有什么心得 因为游米是我们这一次节目的剪辑师,我们觉得他非常厉害 把我们尴尬的声音跟就是中间失控的片段那些杂趣都都剪掉 然后呈现出了就是前面两集听到的 就是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为太多荒谬的片段都被他剪掉了 很好奇,游米做我们剪辑师有什么样的心得 就我自己也觉得很难 就我们自己平常在听Podcast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蛮容易 因为他们就聊天就很顺 然后就也都很好笑 然后我就觉得一开始觉得好像应该蛮简单 然后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就真的超卡 就是 那我其实觉得请大家分享故事 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这段我其实觉得蛮好的 就是我两集的就是Alan跟那个Hannah分享的时候 我都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在学校阶段的时候 没有什么就是很印象深刻的老师 所以我一直就是 就我会很喜欢听就是别人分享 老师带他什么样的影响啊 这样这一类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企划的这个环节 其实蛮 我自己会觉得效果蛮好的 我觉得真的老师很辛苦 就是 我觉得有点脱离了一段时间 可是因为我们以前就 都会就 教识节了 教识节快乐这样 可是现在真的做过这个企划 我们就 哎呀 真的老师真的已经辛苦了这样 真的 好不容易耶 对啊 所以在这边真的是要很 澄清的祝福老师们 就是 所有老师们祝你们教识节快乐这样 然后也希望你们接下来 就是在教学路上也都可以很顺利 然后达到你们这一开始在教学的那个热中吗 还有初衷 你们的初衷 以及持续维持你们的热忱这样 然后我们协会跟团队扮演的角色就是 就是当你在就是那个教学的热情的火苗 好像快要熄灭 或是你找不到教学的意义 或是遇到一些瓶颈或困顿的时候 其实我们团队在做的就是 陪伴跟支持你 就是不论是 如果你需要备课上的资源 然后是说你需要一个人 跟你聊聊 就是你身边可能没有那样的同参 就很欢迎随时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或是 有点像张老师啦 对我们就是教育版的张老师 就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 就其实就是十分钟 五分钟 或甚至更短 就只是需要有一个人给你鼓励 就是我们协会还有伙伴 都很乐意做这件事 那这也是我们就是 一直在做的事 或者是大家想要来 脸书 你不敢不好意思用电话 也可以用脸书分享 资讯我们边边 然后我们就都会及时的 来抽空回复大家就是 你们的任何的疑难杂症这样 对我们就是一群很好取暖的人啦 这样子对啊 然后因为我们的边边就真的会很热情 然后跟很用心的在回复老师们一个问题 安捏啦 就是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 耶